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現在有五艘不同的渡船 每艘最多可以搭乘三人 第一小題 現在他說三人要渡河 那有幾種安全的搭乘方法 通通安全,因為他只有三個人 三個人的話即使你全部搭同一條,也安全 所有人是任意搭 所以第一小題他是任意搭 任意搭的話,第一個人他可以搭 這個這個這個都可以 有四種方法,第二個也有搭船有四種方法 有三個人,所以是四的三隻方法 有六十四種搭船方法 好,那再來我們看看 喔,我弄錯了 他是五艘 五艘 我們要畫什麼四艘 ABCDE 五艘 所以第一個有五種方法 第二第三個都有五種方法 所以是五的三隻方 所以這個是 725 有五艘 我們看 第二小題 他說四個人渡河 四個人要渡河的話 他就有可能出現不安全 不安全的話就是說 那個搭四個人的 所以你是用 全部的搭載方式 扣掉什麼? 扣掉搭四人 扣掉搭四人 然後全部的搭船方式的話 有四個人嘛 第一個人有五種方法 二三四都有五種方法 所以是五的四 扣掉什麼?扣掉搭四人 四個人的話 全部搭一艘船 有最後多少的話 可能搭A可能搭B 可能搭C可能搭D可能搭E 有五種方法 所以這個多少? 這個就是 五抽出來齁 五的三次方減1 125減1是多少? 124 那乘以五 五是二十 五二十一 六百二十 有六百二十總法嗎?